好 这些是明天国庆白天的亮点 当然到了晚上的亮点 除了烟火之外呢 还有这个国庆晚宴了 我们要欢迎海外友邦的贵宾 而其中很特别的一道平民小吃呢 就是红豆饼 你一定记得马总统很爱吃 还因为吃红豆饼呢 被这个夫人周美清狠狠白了一眼 那么今年总统府呢 再度邀请到这位华西街摆摊的红豆博 而这是他连续十年担任这个重责大任 三个红豆 连水花生 熟练几只面糊 再加入荣誉的红豆馅 等个几分钟 好吃的红豆饼就出炉了 看看围观的人潮 就知道这一位有多抢手 它的馅好像很饱满的样子 对 菜才会觉得很想吃 很想吃 吃起来就是 它的料非常的实在啊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爆浆 就是要拿着袋子吃 不然你会满手都是 就是这个传统好滋味 红豆博不只在夜市夜机抢抢棍 才掠获前总统陈水扁与马英九总统的味 往往我再一个红豆饼 你看哦 这个红豆博的红豆饼连续十年 隆登国宴就连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们看看有如首长般的红豆饼 就知道料有多实在 已经连续获选十届国宴 红豆博堪称红豆饼界的第一人 不只吃过的民众赞不绝口 平常就超爱品尝红豆饼的马总统 也是老主顾 大概是总统喜欢吃红豆饼吧 总统请宴请他们那个调查局的 应该是那个春节茶会吧 观点也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活动 居然成名了红豆博还是樸实骑着摩托车 赶在国庆日前一天将制作器材 送到国庆晚宴地点台北宾馆摆摊 继续让评价传统美食在国庆晚宴飘香 追求黄明君站稳台北筹莫道